花林谢蜜香红茶评线比赛7号进入最后决赛 由于每位参赛茶品值技术都在水准之上 使得评审团在金牌品评上是陷入两难 最后是依照蜜香味的浓郁评线出12面的金牌 其中包括了金牌常盛军、嘉明、东升还有吉林、好茶园、香精 另外才刚投入茶产业不到两年的魏炳毅 他也拿下一面金牌堪称是最大黑马 经过两天的激烈评鉴 花林谢蜜香红茶评鉴比赛成绩 从铜牌、银牌一路揭晓到金牌 台上长官与台下茶农 心情也跟着如坐于消费车般的上下祈福 花林谢蜜香红茶评鉴比赛今天最后一天的决赛 由于每位参赛茶农制茶的技术与品质都在水准之上 让评审团在金牌品评上陷入参考 最后依照竞赛主轴以蜜香味做考量 评检出了十二面的金牌奖 特殊属于今年年度专属的一种气味 就是会有比较重的这个类似桂花香水的这种味道 然后还有就是水果的香气再加上蜜香 所以今年的品质跟那个茶农的做法跟用心程度都非常的值得称赞 纵观十二个德金牌奖的参赛茶点 落在嘉明、东森茶园以及吉林茶行、好茶园等茶农手中 得奖点数也都相当平均 蜜香红茶金牌常胜君、嘉明茶园、茶农、高兆许 肯定瑞水香、蜜香红茶产业的发展 这个讲起来是平常心的 最主要是自己家里的茶要分析的清楚 让消费者能够很安心的来喝 而才刚投入地方茶产业不到两年的茶农 魏炳毅也拿下了一面金牌 被制茶前辈们胜赞为今年度的最大黑马 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得最多奖的一次 我的茶今年中了大概第二年了 就想想说这次来做一次比赛 因为刚中而已所以做一次比赛 所以今年等到这个十同一斤 让自己很高兴 肯定自己在田间管理或是在做茶这方面 有一点成就 今年绿德花莲、蜜香红茶 凭借比赛总共有277个参赛茶样点 突破历年来的参赛记录 而经过评审团两天的品评 有70个茶样点因没蜜味又有苦涩味等因素而遭到淘汰 140个茶样点达到了分级分类的水准之外 而阵营同牌奖数依序为金牌奖12个 银牌奖有25个 同牌奖则是有30个 记者时遇兰瑞瑞瑟采谋报道 这边是有30个银色的银色的银色